伊朗高级顾问被炸身亡 以色列这次做错了一件事情 将美国人放在火上来烤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这边呢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 是打的你来我往 而那边呢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矛盾 也因为伊朗高级顾问被炸身亡一事 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条消息 最近针对以军炸死伊朗准将穆萨维这件事情 莱西政府给出了正面的回应 誓言伊朗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地点对以色列复仇 要让内塔尼亚胡政府付出惨痛代价 那么如何让以色列人付出代价 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他们的具体计划 现在事态扩大 那就等于是把美国人放在火上来烤了 同时还把以色列的未来 放到了一个不确定的险境 当穆萨维被害之后 伊朗的反应并不是第一时间就回击以色列 而是说要在适当的时机来报仇 什么叫合适的时机 什么叫合适的地点 说白了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做好动手的准备 所以先保留反击的权利 很多观点认为伊朗真是怂了 不敢和美国人硬碰硬了 但是我们结合当前的中东局势来看 就不难发现伊朗是懂战略定力的 不把桌子掀翻就这么一直拖下去 偶尔还会戳利几下 让你很不舒服 这远比直接下场更具威慑力 就拿胡赛武装堵在红海这件事情来说 美国人难道是因为打不赢胡赛武装 所以才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吗 当然不是 外界一直有传言 胡赛武装背后站着的是伊朗 这才是令拜登政府感到最头疼的存在 伊朗站在幕后遥控指挥 就能整得你拜登政府焦头烂额 那干嘛还要亲自下场呢 反倒是美国 胡赛武装的导弹 无人机都怼到他脸上了 他还要帮对方解释一句 没有打着 这要是放到十年前 那谁敢相信这样的事情 会出现在美国人的身上 如果这个时候 以色列再把伊朗给激怒了 刺激来袭政府做出亲自下场的决定 那到时候美国帮还是不帮呢 一旦美伊两国不亲自下场的 这个政治默契被打破了 美军更深层次的介入中东 那第六次中东大战爆发是很有可能的 那届时美国扛不扛得住呢 更何况我们说 拜登政府如今所面临的这个困局 远远不止中东 在世界各地 其实它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就拿前段时间朝鲜试射导弹来说 事发之后呢 韩国人就立马给美国打了一通电话 那盟友都发话了 朝鲜动了你美国是不是也要动一下呢 那中东动了亚洲动了 这时候乌克兰再跑出来喊救命 你美国动还是不动呢 可以肯定的是感动伊朗的人 以色列这次绝对是搞错了方向 完全是在把美国人放在火上烤 美国要是真的下场了 那以色列确实是有恃无恐了 可是一旦拜登政府扛不起来了 反而被内塔利亚胡政府给逼急了 转头去强力推行两国方案 那以色列岂不是把自己给逼上了一条绝路 那么关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矛盾的升级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